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今天早上最新的消息 我相信大家在看财经媒体新闻都知道 联准会又做一个大举降息的动作 当然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一个旧事的动作 因为对于疫情冲击到经济前期的担忧 也有废得近期的一个大动作降息 那投资人一定很好奇 这个联准会释放力多 为什么到琼电子盘触碰到5%的垄断 今天的台股还在进去的重处 这就是我们讲的市场目前还是处于一个保守的状态 这种所谓的一个悲观不理性的卖压 恐慌我们讲应该叫恐慌啦 我觉得应该用恐慌来形容比较好 这种恐慌性的卖压就是目前在市场上还没有消除 但是我认为已经快了 已经快了 因为第一个我觉得当然外资的卖 这个是外资卖超 这很明显外资一定要卖股 这个全球市场它一定脸动 那我们过去比较常看的其实是看融资 因为台股有个融资约的指标 因为在融资约在今年一月的时候 大约我们来看一下 大约是1446亿 差不多啦 在高点的时候12197是1446亿 到昨天统计为止 昨天甚至还一口气减了104亿 相当夸张的金额 总体的水位剩下1151亿 这一波融资已经大概减了300亿 大概减了两成多了 跟台股的跌幅差不多也减了两成 不是说减两成它一定会落底 而是说从历史经验来看 融资约当有效的跟上指数的跌幅做修正等幅度的满足 来看通常是一个初步的落底讯号之一 因为我们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讲 甚至从融资约的水位 我们不用看太早以前 比如说我们看19年 这时候1月的时候 跌到9319 你看那个时候也是因为中美贸易战的影响 融资约从1800亿 跌到9319的时候1262亿 大概减了600亿 那时候减肥的幅度大概是 两成接近三成左右 指数的修正 从11000跌到9300 大概也是修正快接近 还不到两成接近两成 融资减肥更多 所以有利它的一个落底 那现在的融资余额啊 我们来看哦 1150亿花一条线来 其实已经是在历史的滴水位 已经在过去这几年的滴水位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融资余额1110亿啊 已经是过去的历史滴水位 所以第一个 我给投资朋友的看法 就是说 在这个时间点 当然恐慌性不理性的这种指数的 降幅涨跌 很难掌控 这是一定 但是站在一种波段的角度布局 我举例来说 很多人已经在问台积电 可不可以买 今天晚上这个飞房 这个前线百万万的节目 我们会谈到 我们先卖个关子 可以晚上9点到11点半锁定 应该在前半段的时候 会谈到这个主题 那再从台积电 去看一些半导体的类 我先预告 有些投资价值已经浮现 那怎么操作 那这些相关的一些重点 就留在晚上的节目 大家进行锁定 当然有任何问题 都欢迎各位在FB或LINEET 或者我们Telegram上面做询问 最后祝大家操作顺利 身体健康 拜拜 - 右上角的订阅内容 下去才能第一时间收看到 最及时的资讯跟影片